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10月4日 李斯特成功后诺定贤森林 周二凌晨 应超赛场继续友好戏上演 李斯特成将回到主场迎战诺定贤森林 李斯特成本赛季表现之差可谓路人皆知 不过诺定贤森林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 可见双方今次较量将会势均力敌 此番不妨看好两队握手言和 班顿罗扎士的球队经济遇上了大麻烦 上季还能以应超第八成季收官的李斯特成 经济前七场应超无一胜季 而且输足六场 这背后的原因莫过于球队在下季转会窗 不仅没有作为还要放走主力球员 事已至此 李斯特成经济的头等大势肯定是留在英超了 以目前的表现无法在强队身上强分是必然的 面对中下游队伍时尽量强分就成为了关键 金账面对升班马诺定贤森林 就是一个好机会 要知道 李斯特成并非没有入波的本事 阵中例如战士迈迪逊和天莫菲卡斯泰尼等七人均 已经已打开入球账户 球队近两轮英超都有二球进账 对阵热刺和白里顿的比赛 还是先开记录的一方 可见狐狸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 加上金账他们坐拥竹长之力 是伊里斯特成竹长强分是在必得 阵容方面 后卫赖恩贝查特和列卡杜彭丽拿因伤此一无缘披甲 金夏诺定贤森林豪至千金引元 招揽如谢斯莲加特和泰和阿和尼多名实用性高的球员 能看出球队想保祖的决心 或者是因为新缘过多导致球队需要时间磨合 至今他们仍未找到理想状态 前七轮英超战罢 诺定贤森林仅排在联赛倒数第二的位置 与身后的里斯特成差距只有三分 所以森林金扑一步融有失 目前诺定贤森林处于四连败 但期间不乏面对热刺和曼城 书波也算是非战之最 坦白说 诺定贤森林最近的表现 与狐狸非常接近 近二仗均能攻入二球的情况下 后防线的灾难及发挥导致球队难有理想成绩 足以见得金账两队的交锋 实际上是比拼防守 当然 从前七场英超的防守表现来看 诺定贤森林略胜里斯特成一筹 这也是前者本轮赢波本前 不妨看好金扑诺定贤森林全身而退 阵容方面 后卫奥马里查士和莫沙尼亚卡迪商圈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